关心疫情方面 台湾今天又新增了两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分别是从澳洲还有菲律云入境 两个人都是返台前 就已经出现了上呼吸道等症状 但是两个人在当地也都没有就医 而是几天后买机票回台湾 另外针对马来西亚籍的个案 指挥中心也进一步追踪 发现他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了 主要是在北部地区活动 而他的太太接受了PCR 还有抗体的裁剪结果都成阴性 指挥中心强调 这一名个案传染给国人的几率应该不高 但也不能够排除 他是在台湾遭受感染 台湾边境持续严守 因为国内再度新增两名境外个案 30多岁到澳洲工作的女子 回国前就有症状 14号入境筛检确诊 又55位接触者 另外一名个案则是在菲律宾工作 父亲节当天开始咳嗽 几天后咳嗽家具还突然发烧 味觉丧失 隔天又腹泻 最后忍着一身病痛搭机回台 见到检疫所当晚还出现发烧症状 只是明明这有不舒服 还硬撑上飞机 让人质疑是否该从登机前 就开始实施管制 只有发烧带不可能 不会让他上飞机 其他大概都是可以上飞机 有症状他还是有70%的人 是阴性 除了境外一入外 台湾难道有潜在社区传染风险吗 这名反国后确诊的马来西亚籍个案 原本以为他是在4月入境台湾 后来确认他早在2月就来台 8月2号从台湾出发 先到香港转机 在飞往马来西亚 入境时有採检 鼻咽跟咽喉试纸都呈现阴性 随后搭乘巴士到指定饭店 进行检疫 不太可能是他会传染给别人 在期满前才被验出来阳性 那到底他是不是可能在 马来西亚这边被感染 还是在台湾这边被感染 当然机会都有可能 这名个案在台期间 主要都是在北部活动 一共有五位密切接触者 其中太太的检验结果出炉 确认没感染 目前指挥中心也会透过手机定位 厘清他在台湾的活动轨迹 全力绑堵任何破口 就有点红明事 很特别的报导